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 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 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 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 他目前在对于你们这段关系的打算 或者是他的下一步会是什么呢? 台面上总共有三个选项 由左至右 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 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 请先按下暂停 已经选择好的话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青天宇宙到过塔罗牌中 所以想要带给予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 首先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 第一组牌族的朋友 那么在验证牌的地方 是你们目前这段关系的状态是如何呢? 好,我们来看到第一张牌 好,第一张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 全账七 好,那些话看来似乎选到 这组牌族朋友们 目前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的话 似乎是非常难以可以往下一步去埋进 又或者是说 其这段关系也可能真的算了卡了非常的久了 所以在你们目前的这个相处的过程之中 经常会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墙 在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 或者是说很常会跟对方有一些的口角 或者是有些争执 或者是会有一些在相处上面的不开心 或者是说两个人之间很容易 在对于一件事情上面的话 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共识的 所以在最近的你们 不仅会感觉到有一道墙之外 也会认为对方对自己不仅没有耐心 甚至在很多事情上面 也容易会特别有一种 催毛求疵 或者是会开始跟你之间的想法会截然不同 又或者是对方本来他一直也都没有那样子的想法 应该说在对于说某件事情 可能想法上面本跟你是一致的 但在最近的他 在对于说这件事情上面想法上面 也会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说这个人他的一些生活习惯 或者是说他在看待事情上面的方式 或者是他在处理事情上面的方法 开始变得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两个人之间就是在对于事情上面的话 是非常难也可以达到一个共识的 并且每当你们越想要 跟战争有一个更进一步相处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好像仿佛对方 对自己是有一种警戒心在 或者是说他开始会有一点自己的保护色 如果是两人之间在相处的过程里面的话 如果说对方在他自己心情好的时候 其实会容易有 对方会比较能够听你的话 或者说对方比较会给予你一些反应跟回馈 但如果说当对方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对方好像身上都带着很重的一个刺 或者是说很多事情上面的话 都好像也不太搭理你 所以你就会觉得这种关系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 可能在经营上面的话会相处还蛮久的 然后最近的他可能会比较没有去回复你的讯息 或者是说最近你会比较不容易找得到他 然后这个人你跟他之间的讯息 或是相处上面的话会有一种断断续续的感觉 所以你就会非常觉得很难以去掌握得到这种关系 或者是说很难以可以去接触到对方 或者是不容易可以和对方相处 所以你经常会有一种好像都在碰壁的感觉 或者是好像都会一直没有办法知道 对方他到底在想什么 我们看到第二张牌 第二张牌的话我们抽到的是权杖六 好那如果说在这边的权杖六的话 你就说你们相处的当下 其实只要是开心的快乐的 或者是说你只要任何事情都是依照他所想要的方式去跟他相处 或者是说依照他所想要的方式去回归给他去回应他的话 那他对你的态度其实确实是算不会到太糟 但是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他是不是有点太自大了 或者是说有点太过于自视甚高 好像说很多事情都要依照他讲的为主 如果说你只要有稍微有一点点的质疑 或者你可能有稍微一点点想要去主导 去引导着这段关系的话 或者说去纠正他的话 哇那马上就大爆炸 或者说他开始整个人的态度就不对了 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他到底是在吃炸药吗 还是说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对待你的态度跟方式的话 是让人多么的难以去接受 或者是说你很难可以去靠近得到他 或者是你就觉得这个人 他最近有点太过于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然后他最近也会很容易会去忽视掉你们的感受跟感觉 所以每当你可能想要去表达你自己的感觉跟感受 就是在对于这种关系 或者说他在对待你的方式的话 如果说应该说在相处的当下的话 对方可能会稍微有一点服软 或者是说稍微会有点跟你表示歉意 可是会发现他对你的态度终究都没有变 他有时候只是在当下跟你表示真的很抱歉 我可能就是在忙或者说最近我可能比较累 那这是一个比较好的 那他后面还是又一样 那如果说比较不好的话就会直接去跟你说 我不跟你讲说我在忙吗 我不是跟你讲说我怎么样怎么样吗 就开始有点就是在责怪你的语气 或者是说对待你的方式的话 你会觉得说有点粗暴 或者说会觉得他这个人有点无礼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最近他比较容易跟他朋友聚在一起 或者是说对他来讲 跟那种人或说跟那些人不是那种人 就跟那些让他觉得比较好相处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他会比较能够感觉到放松跟自在 那这时候他就会去比较忽视掉你们 所以最近你就会觉得这个人 他身上仿佛就有自带着一种高傲的气场 或者是说会比较是以他自己个人为中心 来去面对 或者说来去处理你们之间的状态关系 所以觉得这个人真的有点难搞 或者说会觉得这个人真的非常的难以去相处 你会完全有点不知道说 到底你要如何去跟他相处才是对的 所以看起来其实你们心里面的话一直都非常的挣扎 或者是说你们心里面 只要你们顺着他毛膜 或者说你们顺着他的意跟他相处 其实关系不会有太大的状况 但是你们心里是觉得不好 心态 你们心态其实会觉得有点委屈 会觉得为什么他最近要变成这个样子 对 就是你们自己本身可能会 比较难以去释怀这件事 好 我们再抽到的是 节制 好 那节制的话意味着说其实在最近你们还是会有机会可以见得到面 或者是说对方还是会 还会是会愿意跟你们讲他心里面的事情 或者说他可能最近碰到的状况 所以其实最近的你们 主要是因为在乡土上面容易会有摩擦 或者是说容易会有些争执 或者是会容易觉得 这段关系是不是会比较难以去接近跟靠近 但你们又会觉得说对方又没有多 就是说他还是会愿意跟你们见面 或者说还是会愿意跟你们聊天 所以你们其实也找不太到原因到底是为什么他的态度最近变得这么的机车 或者是说变这么的难搞 因为他对待的态度其实跟平常没有差太多 或是他对你讲话方式只是变得比较没有耐心 或者是说只是变得比较难以找得到人 可是基本上当时间到了 或者是说当什么事情发生了 或说当你可能有些情绪上的反应的时候 你还是会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对你来说 对你来说还是会觉得对方是重视你的 或说对方还是把你看得很重要 可是你心里应该会觉得还是有点怪怪的 你心里面那个怪怪的点 或说那个你的直觉在告诉你 感觉在告诉你说这段关系目前就是不对 可是你又不知道那个不对点 当然在讲因为对方跟人相处 还是跟平常一样 该见面还是会见面 该聊天的时候还是会聊天 然后该回讯息的时候还是会回讯息 但变成他回讯息的时候都是比较偏向你说 非回不可的那时候 他才会回你 非回不可就是说 可能你问他事情是跟你们两个之间 都很大关系的事情的话 或者说跟他自己本身的利益上 或者说跟他自己的生活上面是有关的话 或者说是你请教他事情的时候 其实都还是会回复你 但如果说在关于其他的部分的话 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有点太过于冷漠了 或者说你会有点找不到这个人 好 那这种话就是以上 选到这组牌族朋友 你们验证牌的部分 那如果说要符合 你们现在目前的相处状况的话 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好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在选到这组的你们 你们心中所想的那个人 他在对于你们这种关系中的 他接下来打算是什么 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出来说 他在对于你们这种关系中的 他的忧虑 或者是他觉得心中比较担忧 或是比较考虑的 那个部分是什么 好 那我首先来看到第一张牌 好 第一张牌的话 我们抽到的是 审贝三 审贝三的话 在那边就意味着说 很有可能 第一个是表示说 对方对你们 可能就是真的只有偏向于 朋友的感觉 或者是说 觉得跟你们之间相处的话 会 其实他是蛮开心的 也是会蛮快乐的 然后跟你们相处 其实在以某种程度下来看的话 他还是会觉得 跟你相处之间 算是蛮轻松自在 但那种感觉 就会比较像是朋友 所以那但以这种角度上 来看的话 对他来说 其实两人之间的关系 就比较没有偏向于像爱情般 那样的一个氛围 或者说比较难以去 往那方面进展 所以当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会容易感觉的 就是没有办法感觉到 有爱情般的那种关系 存在 所以有时候就会认为 这段关系就比较难以可以有个明确的进展 或者是说很难会有那种 那种暧昧的氛围 对就是因为两只这样的关系相处 太像朋友了 或者说对方就真的只是把你当成 非常要好的朋友 那但以这种的情况下的话 就比较难以去升华成爱情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很有可能 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对方对于 应该是说可能有第三个人出现 第三或第四个 这个一定是会有人的 并不一定是只有子工作 就是说他现在心里面 不一定是指说他一定有跟谁 老实说在他心里面的话 现在一定有一个是他 没有办法忘记掉的一个人 或者说他现在就是有在跟别人相处 然后 痒痒会觉得啦 这个人有很高的基础就是 他现在应该有在社交软体 就是说有去认识新的人 他现在心里面本身是 并不排斥去认识新的人 或者是说新的对象 但在认识新的人跟新的对象的话 他就只是单纯是想要去认识别人而已 他现在本身在对于感情的部分的话 还没有明确想要定下来 或者是说为某一个人 停下脚步的这个迹象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 想要跟这样的人交往 或是想跟这样的人更进一步的话 本身来看会比较困难 因为现在的他就真的比较没有把太多的心思 放在爱情上面 或者说比较没有把感情感放在 想要进爱情 然后或者说找另外一半的这个部分 所以现在他的话 对他来讲的话 相处愉快跟相处轻松自在 那才会是他所想要的 如果说要为了一个人去负责任 或者是说让他去驻留在某一段关系的话 其实这个对他来讲会是一件蛮困扰的事情 或者说也并不是他本身现在会想去做的事 那当他现在觉得只要有稍微一点点的压力 或者是说他只要觉得有人好像想要逼迫他 想要强迫他的话 那么其实这段关系很容易就会结束 或者是说他就会不自觉的 想要去逃离掉那一段关系 所以以这样的状况下来看的话 其实关系之中 只要你们愿意配合他脚步 或者是说跟着他脚步走的话 其实关系是会有机会比较轻易一点 对但是如果真的要到交往 或说要承诺的话 杨阳会认为真的会蛮难的 因为他是在圣杯山的部分 好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吊人牌 好那吊人牌就意味说 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 对他来讲 他现在就真的没有想要跟你要往更进一步的发展 那对他来说 现在呢会比较倾向于说 想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你们是什么样的人 或者是说希望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 或者是相处的过程里面 去知道说究竟你是一个对于感情 或者说对于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那目前来看的话 他会先把你定位在朋友的角色 那会不会要再更进一步的话 杨阳会认为还要再去往下看 对因为目前来看的话是知道说 如果说当你们特别一直想要去推动这段关系 或者是说跟对方希望有一个谈爱情的机会 或者说交往的可能性的话 其实这个对他来讲就不是他所想要的 所以最近的他你们应该会感觉到 他其实有点刻意的避开你们 或者是说你们会有点比较没办法找得到他 这只是因为他现在目前在面对感情 或者是说在面对爱情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 就是真的会比较 沉闷一点 对或者是说会比较有点避而远之 反正现在他就基本上在我们这段关系里 就是没有想更进一步 然后就是想看看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再对于说关系 如果你们真的愿意陪他这样子耗下去的话 那个能不能在一起的几率 目前看起来是有点偏低 但杨阳也不能为大家做保证说 是不是对方就对自己是真的完全没有感觉 或者是说是这种感觉就是真的完全没有机会 只是以目前当下来看的话 他本身现在不是没有想要去经营你们这段关系 而且他有点害怕 你们一定要去推动这段关系 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的 他可能不太想去面对 或者是说他比较不希望去看待 或者说不想要去知道的这个事情 所以当你们越想去推动这段关系的话 对他来说是一件蛮困扰的事情 或者是说也不是他想要乐见的 好那我们去往下看 好那这边的话为大家抽到的是 赢者 好那这边的赢者牌的话就意味着说 其实在你们目前的这段关系之中的话 对他来说 其实他会有一点想要希望去控制着这段关系中的发展 或者是说控制着这段关系中的走向 也就是说这段关系里面无论你们做任何多少的事情 其实他都会尽可能的把它导向于去他所想要最好的那个部分 那目前看起来就是他好像比较希望说这段关系是走向个朋友的阶段 或者是说两人之间的相处关系的话 不要那么有 曖昧 然后或者是说比较不商量之间的关系太过于尴尬 所以如果说你们本身是属于在断联 或者说比较少联络的人的话 表示说对方可能心里面还是会有一种想要求和 或者说还是会想跟你们在恢复联络 或者是说稍微乐乐一点的 这样的讯息出现 但是当他回来找你们的时候 并不是代表说他真的一定要希望这段关系可以做什么 或者说他也不太要说这段关系一定要有个什么样的承诺 就只是单纯的希望两人之间的关系不会那么尴尬 因为对他来讲你们是一个蛮重要的朋友 或者是说他觉得跟你们相处在一起 是一件比较轻松自在的一个事情 或者说一个人 所以他就会尽可能让两人之间的关系 他其实现在有点是拒绝去思考说 你们究竟对他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或者是说也不太想要去面对于 他对于你们的感情到底是什么 因为以他来看的话 目前就只想要一个轻松自在愉快的关系 或者说他不需要去负责任何的责任 所以当你们可能想要做什么样的行为跟事情的时候 例如说像是雨水滋欢 或者是说牵手拥抱亲亲之类的 kiss这种的话 只要你们只是跟他玩玩而已 他ok 但如果说你们希望他给予你们承诺的话 非常的困难 因为目前看起来就是这个人他现在就没有这方面想法 而且呢 当如果说你们家有稍微一点点那样的一个迹象 或者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那样的希望出现的表情 或者说行为的时候 他就会不自觉想要逃开 那这个时候你们就会觉得 诶这人的这个人又不见了 或者说可能很难聊得到天 或者是说开始早一点找不到这个人 或者说他的态度上面可能稍微有一点 急车 或者他可能稍微态度就是容易像 翻书翻脸一样这样非常的快速 所以就觉得这种关系 你本身是非常难以去推动 因为其实现在他会希望说任何前方的道路方向 都是由他来去做决定 不希望再由任何人包含你来去控制着这种关系 所以现在他反正在对于说你们之间这种关系 他会比较有一点自我为中心 或者是说会比较去自私的想要去控制着你们 或者是说想要去掌控好这种关系中的一个进度 或者是节奏 包含节奏就是那种相处的频率 或者是相处的方式 就是在他的想要去控制的范围之内 所以我们本身会比较难去掌握得到这个人 或者说会比较难以去控制得到 跟这人之间的这个发展 好那我们来去往下看在第二个部分 我们先把牌给收起来 来看一下在为大家抽到的第二张 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教皇牌 好那教皇牌就意味说 其实在这段关系中的话 要猜啦 就是应该不是猜 应该是反正看牌面上的意思 就是说首先第一个是 对方可能是已经反正就有对象的 无论是已婚还是稳定教育中 那你可能是属于第三者 那第二就是可能两之间是属于同性之爱 好 然后在第三个的话 就表示其实在这段关系之中的话 可能不会是门当户对 就是两人之间的身份啊 地位或是钱财 或者是距离国家信仰 这种悬殊非常大 就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然后在第四个的话 就有可能你是异性恋 应该是说反正你喜欢的那个人 他的性向跟你是不一样的 那这样关系可能就是会有点难以去推动 所以还有第五的话 就是可能这段关系 如果说我们反正同性之间的关系 那可能原本预计要结婚 或者说可能要准备公开出柜 公开是有伴侣这件事情的话 出柜这件事情 那可能在以这段关系来说 对方可能就会有一些担忧 好 这是以大宗 如果说以就是抽到这一张牌的话 大部分的人 你们可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说你们不是 就是单纯的异性恋的话 就表示说 可能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你们应该是没有符合到 他所认为符合 就是他觉得OK的那个条件 那没有符合到OK条件 就是可能外表啊 没有特征 外表跟一些的行为 还有你们的思想 对 这个的话你们可能 如果是异性恋 就会真的 可能比较不符合 因为这样的关系里面 就是非常缺乏两人之间一个共同的目标 或者是说 很难会有个共鸣点 所以这段关系你们就会觉得 有的时候跟对方讲话都有一点代沟 或者是说会不知道说该怎么去跟这个人沟通 那因为对他来讲的话 他也会认为你都不了解他 或者说你都不重视他的心情 那但以这种状况局面上来看的话 就比较难以去让关系可以有个更进一步的发展 可是杨阳会认为 其实真正过不去的是他的心情 只是因为他一直以来人生的价值观 或者说他人生的一些的观念 会让他没有办法去 靠近或者是说去坦白的接受这段关系 反正就假设来说 这个人他可能本来想要去接受这段关系 或者说他本来也想要去让他可以跟你在一起 或者说让你们两之间可以更进一步 但是有可能你们这段关系里面 对他来说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或者是说你们这个人对他来讲的话 会有一些条件 他比较难去跨越然后去接受你们 就是说他会比较容易去活在他自己 所认为最好的那个方向 或者说那个最好的方式 那但另外层面来看的话 也是很有可能因为这个人 他的生活周遭的人 本来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跟他 想出或说去这样的方式 教导着他 所以导致说让他 但就没有办法比较坦然的去面对于 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 就是会很难以去推动 所以当这段关系 你们越想一推动的时候 你就会造成他心里面的压力越来越大 或者说会让他觉得 自己内心中的想法会有很多的冲突感 那但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会宁可选择去逃避 或者说他就会想要选择去脱离 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 就比较难去让关系可以有个 比较明确的方向的进展啦 对所以 杨卉认为说其实这段关系 当你们选择越是顺其自然的话 通常两间相处反而才会越融强 比较不会有不愉快 或者是说比较不会感觉到有种受阻害的感觉 因为他就不会去意识到 那就不会想要去逃脱 就是有点像是需要温水煮青蛙 然后再慢慢去贡献于他 但是如果说是属于那种 真的有点天翻地覆的那种 很庞大考量的话 基本上是会建议你们 如果说这个人比较没有担当的话 应该选择放弃会比较好 因为你们每个人青春年华都是很有限的 那那就看你们自己愿不愿意陪这个人耗下去 好那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前辟皇后 好那前辟皇后呢就意味着说 其实这段关系中的你们 呃原本跟这人之间相处的过程之中 其实当初跟你会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 他心里就已经开始有去考虑这件事情了 然后他其实心里面也都一直去想着这件事 那也是因为你们这个人本身 有让他感觉到有一种安定的感觉 或者说会有一种很稳定啊 或者说很可靠 或者是说会想要再去更加的了解你们 或者说会不自觉受到你们这样的个性上吸引 所以呢他也会因为你们这样子特别的性格 或者说一个特别的状态 那他就会不自觉的想要去多靠近你们 但是有一点 嗯洋洋就是会觉得说 其实这个人他也非常的向往 是说那种感情是日久生情的 然后两间是慢慢的建立 慢慢的累积 慢慢对叠起来 然后两间的生活也是有保障的 就是说有一定程度的关联 或者说两间的财富 是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有可能这个人 他本身也是蛮重视在工作上表现 或者他的另外一半的那个人 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一个生活白痴 对或者是说对工作的部分 是不是有一套自己的专业领域 或者说自己的逻辑 或者是在自己工作领域上面 是否能够有自己的成就 所以因此呢 在这种关系来看的话 对他来说 其实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基本上 如果说要再能够更进一步 或者是说 要能够先让对方 对方把你们的防备心卸下的话 那就是必须要把自己变得非常的好 或者是说就是必须要让自己 比较能够去在自己工作领域上面变得比较好 这样子是能够去吸引得到他 或者是说比较能够去建立好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所以在关系里面的话 其实对他来说 还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一个熟悉的感觉 如果说缺乏熟悉感 或者说缺乏所谓的那种连结的话 其实关系就真的会非常的难去推动 因为他这个人 蛮容易会把情感放在一个认识比较久的人身上 虽然他本身可能面对感情的话 也不一定说是一定要跟认识很久的人才在一起 但至少对他来讲的话 他觉得认识越久 其实他越觉得自己是能够比较去了解得到他 然后也会在日常生活中相处状况之下 才会知道这个人优缺点 然后才可以很放心很安心的跟这个人交往在一起 所以看起来就是你们两之间非常缺乏所谓的 那种实际层面的必要的条件 那就看你们个人是属于哪一种 对距离啊时间啊 或者是工作钱财 或者是生活中的习惯 对那生活中全是从日常生活中跟他相处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样子 就是他会从那个地方去判断 所以他现在心里面比较担忧是这个部分啦 那他其实基本上也不太会想要去轻易的结束掉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因为对他来说 其实你们算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伙伴 或者说蛮重要的人 那还是蛮喜欢跟你们相处在一起 只是如果说真的要谈到谈恋爱谈感情的话 他本身其实会有一点排斥的 好我们再抽到的是权杖三 好那这样的话如果说在权杖三的部分 其实就意味着说 这种关系如果说你们总是讲着说离开啊 分开啊 分离啊 那其实这个部分对他来讲就会觉得 可能在这种关系里面是没办法收到保障的 或者是说在这种关系里面 他会比较没办法感受得到 会有一种安定安心的感觉 那只要当你讲说要离开 讲说要分手 或者说讲着说要不联络的话 或者说你可能经常会赌气 然后开始不联络他 过于他的讯息不回的话 那其实在随着时间久了之后 那他有去相信 那可能就开始决定自己默默去离开这种关系 那其实在这种关系很明显 就是接下来他一定会有一些举动跟行为 会想要去让你们知道说 他在对于说这种关系中的一个期待 或者是说他在对于说这种关系中的一个想法是什么 所以最近的你们应该会感受得到 或者说会得到对方的一些的答复 那但这个答复或者是说这一些的 接下来的相处的话 你们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不然如果说真的有点不小心踩到对方的地雷了 或者是说不小心的去刺激到对方 或者是说去影响到这种关系的话 那就会蛮容易让这种关系后面会断连的 这个状况会有点可能 那如果说你们是本来就已经在断联 或者是说少联络的人的话 大概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如果说 你们当初是那种莫名其妙的 就这样子对方就不见的人的话 那可能对方最近会怀召你们 那如果说你们当初在断联前有大吵一架 或者说有那种互相的那种泼骂的话 或者说数落彼此的话 那其实也表示说 其实对方会开始逐渐的想去拉开状况 或者是说状况关系对他来讲 就是一个不会存在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他会想要彻底去离开 那你们要得到对方的回复 其实就会比较困难 那这时候就是其实对你们来讲的话 抗执病就差不多了 可能后面的讯息就比较不太适合你们 就是要等到后面的审议卡的资讯 好总而言之呢 就是在你们这种关系里面 无论我们先以大方向来说 无论说你们是属于哪一种关系 或者说哪一种的情况 那对他来讲的话呢 他心里面开始逐渐的会有一点 想要去把这种关系放得没有那么的重要 或者是说把它列为在个 可能随时会失去的一个的程度 或者是说那样的一个位置 那关系变成那样子之后 一旦你们后面想要再去推进 或者说你们希望可以再更进一步 或者你们希望可以得到 对方一些蛮不错的回应的话 那不得不说这样的一个想法 你们可能要放弃 因为他接下来就是会随时可能想要离开 所以你们最后 你们最近相处的情况下来看 你们要稍微留意一下了 对因为他现在随时都保持着 会离开的这想法 或者说可能会结束掉这种关系的 这个想法在 对所以我建议你们最近的话 还是可以就是跟对方 保持着一个在愉快的相处方式 就是尽可能不要有太多争执吵架 或者是说他不愿意去 让这种关系有进展的话 也不要太过去逼迫他 好那看到第三个部分 好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抽到的是宝剑皇后 那宝剑皇后就意味着说 其实在目前的这样关系来看的话 最近的他会比较倾向于说 可能在言语上面对待 你或说回话的方式 你会感觉到他特别的没有耐心 然后他特别的不去重视你的感觉 或者是说他会去 比较有点算是说忽视你们的需要 或者是说会去忽视掉你们的 在情感上面的需求 所以他本来有时候 可能会去稍微有点冷让 或者说会有点容忍 那现在的他反而会开始呢 对于你们之间的关系 会用种比较严格的方式来去审视 或者会用比较严格的方式来去对待着你们 所以最近的话 你应该会感觉到 这一个人所对待你的方式的话 第一个很明显就是 你可能讲了十句 他只讲了一句 然后如果说你 问他什么样事情的话 你会觉得 这个人他的情绪上面 会让你觉得比较不舒服 或者说他的情绪上面 会让你觉得他好像 对你特别没有耐心 那或者是说 他开始最近对你讲话的话 会讲的比较犀利一点 或说对你们讲话的方式 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不舒服 那也就是因为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很明显 对他来讲 是已经没有耐心在这里了 或者是说 他已经没有特别想法 想要跟你们相处在一起 或者是 他开始有点 想要去刻意的让这段关系 维持在一个 比较没有那么 靠近的 这个状态之下 或许也是因为 他目前对说这段关系的话 他就已经有在思考着 接下往哪个方向走 那对他来说 在他真正决定之前 会希望两人之间就暂时着 先保持在一个适当的距离 两人之间就是不要有 太多那种亲密上的互动 或者是说 不要有那种太过于平凡的见面 因为他现在好好去思考一下 究竟这段关系 未来要何去何从 或者是说 应该要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去经营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 所以 之后 应该说接下来啦 你们会 越来越没有办法联络到这个人 或者说你跟这个聊天 他回你的距离非常的少 或者说你会开始觉得 这个人越来越容易对你发脾气 并不是因为他工作有多忙 而是因为他真的只是单纯 对于你们之间的相处 他变得没有那么有耐心了 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 少断联跟 少联络 应该说断联啦 断联中的你就不用想 因为对方可能最近 就不会想要主动来找你们 那如果说少联络的人的话 就表示说 最近对方 就会再拉开更多 关于你们之间那种 没有联系的这个时间点 对 或者说他回话的方式 你会觉得他蛮敷衍 其实你会感觉到出来啦 就看你们自己 又不愿意去相信 好 那这样我们抽到的是 保健器 那保健器就意味着说 其实现在他 会有点像是说 随时的观察你的态度 然后随时去调整 他自己的方向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人呢 他应该会偷偷默默观察你们 然后开始在他心里面 去帮你们打分数 或者说去看一下说 怎样方式对待你的话 你是可能比较能够接受的 所以最近他应该会 不断的想去踩你的底线 或者是说 他开始会一直不断的去测 你到底在哪些点上面 会非常的生气 或者会非常的受不了 然后这个人他在面对于 你之间的关系的话 呃 杨阳会认为 他可能接下来会比较做 是表面上的功夫 所以他表面功夫一定会做足 但是内心或说更深一层的话 他不太会管 或者是说 他就是也不太会想要去做任何 嗯 其他的事情 当然如果说 关系里面有产生任何的冲突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 他一定会 尽可能去避免到那些冲突 然后会给那些冲突找一些的理由跟借口 所以关系之中想要再更进展的话 会见你们可能要缓缓 该送的礼物 你们要准备送的礼物先收回 改成比较便宜的 对不对 你还是可以送他 然后改成比较便宜 不要那么贵的 原本要准备一千块 改成只要B200块就好 10块也可以了 相信这个人那么不喜欢你 对对 我们就送他平的东西就好 好 那如果说可能是别的部分的话 就尽可能的去调整一下你们自己 因为接下来对方明确的方式就是 会想要跟你们拉开距离 然后不会想要去跟你们讲太多 或说聊太多 关于他个人的一些的事情上 然后他接下来可能会找很多理由跟借口 避开跟你们之间的关系上的相处 或者是说会去避开被你们给质问 或说被你们给质疑 所以这时候对你们来说 可能就会觉得稍微有一点不公平 或者会稍微有点没办法拿捏得到 他的一个步调 就是因为他接下来的方式是 跟之前会有点不太一样 然后他也会尽可能的用不同方式 跟你们相处 所以有时候你们会很难可以去掌握得到 或者是说可以去抓住他的口味 或者是说他所希望相处的方式 好 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钱币七 那钱币七因为说其实接下来的话 这样的关系会通常 比较像是说你们自己一个人 来去经营你们这样的关系 然后他会把你的这样的关系先抛出你脑后 他会先专注于说在他的日常的生活中 例如说该跟朋友聚会他一定会去 或者是工作上面可以去做什么 或者是说工作上面可能可以去 加班的话那他就去做加班 也就是说现在他会把他的生活重心 完全放在他自己个人身上 所以当你们越想要去进展这段关系 或者说当你们可能越想要去 拓展这段关系的话 你们会发现说其实非常困难 因为对方对待于你们的态度 你就是会觉得他非常的冷漠 然后他就是没有想要去为了你们做什么 那当然对他来讲的话 他会很担心说 被你给知道他的真实的想法 或者是说被你给看穿 他目前接下来的打算 所以他一定会找出一些 比较冠冕荒唐的理由 那些理由跟原因的话 是也不会让你觉得 他尽可能想办法是让你觉得 是比较自然的 是比较正常的 比较不会备受质疑的 然后再去这段关系 我们看我们抽到两张七嘛 所以表示你这段关系 接下来的话 这一个的状态不会太短 就会延续的非常的久 会延续好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千万记得 也要把握住好这段关系 因为有可能时间到之后 这人会主动跟你们断练 或者是说你们就会开始 比较没办法联系得到对方 就是让这段关系 后面会变得很多 其他不是你们所渴望发生 或者是说 是有点让你们去害怕发生的事情 因为他接下来的一个作为 做法的话 会容易让人觉得蛮伤心跟难过的 所以亚人会认为 其实接下来的你们应该也是 蛮明确感受到对方的态度了 所以才会让你们来看这支影片 就是对方他现在的方式 其实已经有点接近了啦 那只是看说你们到底 愿不愿意去相信说 究竟在这段关系里面对方 他是怎么想的 因为就是蛮明显就是跟你们心中所想的 其实也都差不多 没有偏离太远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这边抽到神语卡 其实这边宇宙想要告诉你们说 其中关系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的话 都是宇宙所给予你们的 礼物跟馈赠 所以会希望说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请你们保持着永远感谢的心态 然后 对于说生活中的一个不顺遂的话 你们可能要想办法 去调试一下你们自己 其实在生命中发生任何事情 它 一定不会是偶然 是必然的 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会发生的 只是在这些必然的发生的情况之下 那你们所做的决定 就会影响到这段关系的一个结果 跟包含你们自己个人 可能在关系里面最后的结果 所以其实在每个人关系里面 反正就会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希望说你们也不要 把这段关系看得有点太死 那就是你们尽可能保持这个感恩的心 或是感谢的心态 感谢宇宙 让你们遇到这个人 感谢宇宙让你们有所成长 因为一定是你们本身在对于这段关系 就是一定有所成长 宇宙也有看到你们的成长 或者说宇宙看到你们 其实有些地方就要被磨练 所以才会让这个人来到你们生命里面 所以会想说 想要这段你们 可以稍微改变一下 面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态度 或者说面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方式 或许你们会看到人生一个不一样的方向 或者是风景 好那这样的话就以上选到这一组排除讯息 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 那如果说对你有帮助 或者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帮羊羊 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簿的朋友 在影片左上方有羊羊的联系方式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好我们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排除的朋友 那我们来看一件站牌的地方 是你们目前这段关系中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 好羊羊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 好第一张牌的话我们抽到的是圣杯石 好目前看似乎喜欢在主的你们 其实最近的你们相处的状况的话 比较没有太大的问题 然后两人之间其实在聊天的过程里面 你会觉得对方是会去重视到你的 心情或者是说对方会去重视到你的感受 你的想法 然后他也会因为你的很多的样子 或者说你的表情 或者是说你讲话方式可能稍微有点改变 或者说稍微脸不太一样 所以他就想去多关心你 所以最近的你应该会觉得 好像就是说跟对方相处是备受关心的 或者是说是备受关爱的 或者是对方好像都会把你看得蛮重要的 所以你就会觉得对方对你的态度 其实算是蛮不错 或者是说对方对待于你的方式的话 是你一直来都梦寐以求 或者是你一直来都很希望可以拥有的这一切 那当然在你们目前的这段关系之中的话 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 当你可能感觉到比较孤独 或者是说当你觉得内心里面特别想他的时候 好像对方都知道 然后对方就会传讯息给你问你在干嘛 或是问你最近好吗 或者是说随便找个话题跟你聊天 就是会有一件事情来去 让你们两人之间有一种仿佛心灵相通 或者是说两人之间心意接近的这样的情形 所以对方最近对待你的态度的话 会是让你觉得他把你看得很重要 但是会有一点比较让你很担心的 就是说最近对方最近对待你 是把你当成是好朋友 还是家人 应该说最好的朋友 还是像家人一样 还是说真的喜欢你 这个是你现在心里面可能会比较想要知道的答案 因为对方对待你的态度的话 你会觉得有点太好了 或者是说你会觉得最近他 好像很多的重心 很多的注意力都放在你们身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们就会觉得 可能会比较不知道说 应该是说你会觉得两件事好像没有未来 可是当如果说你想要跟对方谈论未来的发展的时候 或者是说这种关系中的定位 或者是说这种关系中的定义的时候 对方可能会有点滋滋乌乌 或者是说你会觉得 对方的眼神会有点飘移 所以对于你来说 在看待这种关系的话 你心中的担忧跟你心中的想法 会不自觉的有一种 游蓝心生的担心吗 对就是你会对于说这种关系 你会有点自己个人的质疑 就是你自己个人的心情 或说你自己个人的看法 当然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也不太确定 因为有时候对方还是会忙他自己的事情 就会不小心把你给忽略掉 那他把你给忽略掉的时候 你其实心里面也会觉得蛮不好受的 因为你有时候会觉得说 他明明刚刚对我态度是如何 为什么现在态度上面有点不太一样了 或者是说 这时候他应该对我很好 这时候应该他要关心我 为什么他这时候没有传讯息给我 所以你心里面会有这一些 在你觉得应该要他传给你的时候 他没有传给你 但反而在你特别想念他 或者说你心中觉得 好像他应该传讯息给我了 就会觉得他要传给你 一个是你觉得他要传给你 一个是一种心电感应的 他好像会传给你 这两个很大的差异 当心电感应的时候 对方就传讯给你了 可当你觉得他应该要传讯给你的时候 应该 这种有点义务性的 他就没有传讯息给你 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蛮困惑 这种所谓的时机点 或者是说时间差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在 好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第二章是 命运之轮 好命运之轮的话就是意味着说 其实在 你们这段关系之中的话 其实原本真的过得蛮辛苦的 或者是说原本对方对待态度上面 可能有点冷漠 或者是会让你 比较不知道说该如何跟他相处 甚至原本你可能在看待 这段关系的话 你会觉得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希望 比较难以去推动 但是却没有想到最近的他对待你们的态度 却会觉得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或者是说会让你们觉得自己怎么会有机会 可以得到他这些的关爱 或者是得到他这些的注视 所以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 你们现在目前其实是非常的 珍惜跟对方相处的这些的每刻的机会 或者说你们现在其实非常的享受 也非常希望啦 就是说这段关系就是在 接下来可以往个更好的方向走 因为在你们这段关系之中的话 是你一直来都梦寐以求的 然后你好像似乎也会觉得 是不是因为你一直来在这段关系中的努力 的付出是有被对方给看见 或者说你可能有向你信仰许愿 那是不是有因为收到他们的帮忙 所以最近的你们 其实你会觉得说非常的有缘 然后对方所应对你的态度也非常的不错 然后也都会一直去关心着你 去注意着你 然后最近的两个人也蛮容易会有巧遇的时候 或者说蛮容易会见得到彼此 看得到对方 就是因为其实最近的你们 算是真的还蛮有缘分的 那关系之中的话 会不会有机会可以得到对方更深层的承诺 其实就是换算是说我们今天的主题啦 但是我们还是要看看等一下 到底有没有其他的更多的资讯 那我们还是要先看一下说 最近你们目前的状况是什么 因为看起来是算是有一种脾级泰来的情形 或者是说关系之中的话是好不容易才走到了这个地步 那但对于你们来讲会蛮希望 两人之间如果说可以的话 希望可以再往下一步或者是说更深一层的方向前进 因为这样关系也算是有一种得来不易的感觉 所以你们现在其实会蛮珍惜的 那但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种个人的小脾气也是难免 因为你们之前为他付出那么多 现在偶尔刷有点小脾气也是应该的吧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到抽到的是圣贝二 哇你们看你们这边都抽到很棒的牌耶 好那圣贝二的话表示说其实目前的这段关系之中的话 两人之间会把自己心里面很多的话跟对方说 或者是说两人之间会把心里面对于说 自己本身看待一段关系中的想法 或者是说这段关系里面两人之间觉得最好 或者说最想要让对方知道事情的话 都会一直滔滔不绝的说出来 所以最近的话首先第一个 你们会感受到对方很在乎 你们很在意着你们 会把很多他个人的想法 或者说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会跟你们分享 或者说也会让你们知道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最近你会知道很多 关于他个人比较隐私的事情 例如说他的家庭 他的心理的状态 或者是说他个人本身在私下的情况 个人本身私下的状态 就是说比较偏向他个人层面的部分 最近的你会比较容易感受到 他对于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诚恳 或者说他对你最好的那一面 然后在第三个部分的话 最近的你们 应该算是说会感受到对方 好像都会愿意把很多事情 然后巨细迷移的和你们分享 所以你们就会觉得心里面的感觉跟感受是相当接近的 然后会觉得好像仿佛都可以一直感受得到 对方是非常在乎着你们 所以最近的你们 如果说要挖他的秘密的话 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因为最近的你们相处 算是对方把你们看得非常的重要 然后也都会一直跟你们讲很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 所以这时候你们想要问什么 赶快问 要不然后面等到他有防备心 或者说他习惯了你们的存在之后 可能你们就很难可以问得到 想要问他 想要跟知道 从他身上知道的东西 好 那的话如果说以上验证牌 是有符合你们目前关系的状态 或者说有共鸣的话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好 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子的朋友 那么来看看说 对方他接下来 在对于你们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打算 或者是说他的下一步会是什么呢 好 那也为大家 来为大家抽牌 好 这篇话所抽到的第一张是 愚者 好 那愚者一位说 表示接下来对方 他本身呢 在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 他暂时不会有太多其他的举动 或者是说 他不会有太多其他 的行为 可是呢 他在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的话 他其实是还是会一定程度上的期待 或者是说 他还是会很愿意的跟你们继续往下发展 所以对于你们来讲的话 接下来这段关系 可能会觉得 这个人他偶尔会不太会重视你们的心情 或者说你们会开始变得有点难以去掌握得到这个人他的想法 那当然如果说你们愿意去相信他 或者说他本来就是这样性格的人的话 那也会希望说就是不要给予彼此有太多的压力 因为其实他本身面对说这段关系他就没有什么抗拒的想法了 只是他自己本身在对待于这段关系的话 目前来看他不会想要去特别做什么的原因也是在于说 他会认为两人之间其实算是相处合得来 然后两人之间也是有足够的信任 或者是两人之间的相处的话 不会有太多的不愉快 所以他才会很放心 可以很轻松很自在的来经营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 那当然如果说你们真的有做错什么 或说你们真的有在他背地里做一些可能伤害他的事情呢 或说讲他的坏话的话 那但对他来讲他还是会很在意很介意 所以最近的他可能在情绪上面会让你们觉得难以去控制 或者是说你们会比较没办法完全掌握得到他的行为想法 或者是说他的举止跟看法 或者是他可能在对于生活中对待于你们的方式 那也会希望说你们可以选择跟他用一样的方式 去轻松的看待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 因为如果说当你们用一种压力很大 或者说你们也跟他一样 如果说你们跟他不一样的方式跟他相处的话 他就会觉得如果说压力太大的话 就想要去逃离 会不自觉想要去逃开 就会没有办法那么的轻易的去接受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就会导致说 让两个人对于这段关系的话就容易会产生一种不愉快 或者说本来好好的 然后后面就变得不好 对 因为这个人他没有办法在感情里面受到太多压力 尤其在你们之间的关系 目前来看他蛮信任你们的 所以希望说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 本身这个人目前现在他在对于你们这段关系里面 他所觉得是好的那个部分 或者是说他觉得是可以值得让他继续经营下去的这样的状况 比较不需要你们做太多其他多余的事情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抽到的是 皇帝牌 好那如果说是皇帝牌的话就意味着说 其实在关系里面 他是一个不能够被人家逼的 然后他自尊心也蛮强的 所以如果说你们真的非常了解他的话 你们会发现到 其实他在对他的朋友的态度的方式的话 他一定非常照顾他的朋友 或者说他一定对他朋友非常的好 可是在日常生活中他朋友是找不到他的 也就是说他这个人本身呢 除非别人想要找到 就是他愿意给那个人找到 不然基本上他不太去理会别人 然后他也基本上也不太去让别人找得到他 他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 或者说很有自我组建的人 所以这时候当你们越想要去控制这段关系 或者是说当你们越希望他可以为了你们做什么的话 那么真的很抱歉 你会感觉到非常多的失望 或者是说你们会觉得这个人怎么好像很难相处 或者说这个人好像有点不太理你们 或者是这个人对待你的方式的话 有点粗暴 或者是冷暴力 那也就是因为他本身在对待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 或者是说对待于这段关系中的态度的话 他本来就是并不会想要被任何人给控制得住 或者是说就是不想要被任何人给绑架 他其实也不是说应该按照他的方式走 而是说只要他没有去管你们 你们就不应该去管他 这对他来讲是他的这个想法啦 那但如果说你们所做的事情为他好 你们能够去说服他的话 能够说服得了他OK 但如果说你们说服不了又要他去做 他就会觉得你们是来找茬的 或者是说他就觉得你们是不是有一点故意 要他 就是说有点故意的不想要去 就是故意的去控制他的话 那他就觉得你们是不想要他这个人 或者说你们是不是对于这段关系 就是有一些太过于自以为是 因为其实这个人他本身 就是一个会去容忍或者会去包容别人 或者是说他就会愿意去尊重别人 在对于对待他的方式 或者是说对于情感中的方式 那当他如果觉得他不想要被别人管的时候 那他应该要等 也应该要有等同于这方面的尊重 或者是说也不需要要有这方面的接受 就是说在关系之中的话 他不希望他自己按照别人的方式走 他希望大家都是快乐的 是希望去顺其自然的方向走下去 不要有太多其他个人的因素 或者是说个人的想法在 要不然本身在关系之中的话 他就会不自觉想要去做 任何的逃离跟逃开 好那来抽到下一张牌 下一张牌的话 我们这边抽到的是 钱币五 好那钱币五就意味着说 其实在关系里面 他其实蛮害怕自己一个人 或者是说 他其实蛮害怕被别人给误会 或者是他努力去经营一段关系的话 最后面可能一切都落空了 或者是说关系之中的话 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尴尬了 其实他会比较希望说 大家是相处得非常的好 或者是说是能够顺其自然 那当然关系里面 他为什么会选择 以顺其自然方式去跟你们相处 或者说来去让一段关系 以这种方式去延续下去的原因 是在于说 曾经的他是被抛弃过 或者说曾经的他是有很努力的 去经营一段关系 结果是被对方给利用 或者说最后面是得到一个失败的结果 所以现在他只是会希望说 在一个稳定的关系之中 是可以找到一个 属于他自己温暖的那个地方 或者是说是找到一个 可以让他值得去依赖依靠的一个人 或者说一个环境里面 可是如果说当这些值得依赖跟依靠的环境之中 又总是要去逼迫他 强迫他 或者是又总 如果说真的有不小心 做出一些跟他以前伤害他的人相同的事情的话 那么他的那种的恐惧 跟他那种不好的想法一定会再次出现 那当然关系里面就很难可以往下更进一步发展 或者是说很难可以让关系会有一个眉目出现 那这时候两个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比较尴尬 或者是说会变得非常难以去接近 或者是让这段关系可以更进一步 因为本身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对他来说想要再更进一步 或者是说希望可以再往下走的 这样的话 一定要是两个人之间都要对感情感里面 都要有个共识在 或者是说都必须要有个相同的目标跟方向 所以如果说只有单单一个人 想要去好好坚持这段关系里面 或者说只有单一个人去努力维持这段关系的话 对他来讲 这段关系本身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对 所以关系里面反而对他来说 会希望双方之间都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步调 然后两人之间尽可能不要有任何的争执跟吵架 会希望说维持在一个好的当下 好的状况就好 那当然也是因为两个人如果说真的有一些冲突在的话 当下不要有冲突 不要等事后 这件事情过了之后再提出来去讨论 因为当下一定会有情绪 他这人本身面对情感的当下是没有情绪的 所以如果说你们本身就很容易有情绪化 或者说容易会有些情绪上的表现的话 对他来讲的话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有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在关系里面的话会建议说如果可以的话 尽可能的跟真人保持在一个比较和谐的情况就好 因为如果说太过一步太好 会容易让这种关系走向一个本来好的情况变走向不好的 好这是我们在抽到的第一个顺位的部分 抽到第二个的顺位 我们抽到的是钱币王牌 好那钱币王牌呢 这边就意味着说 表示这一个人他目前在对于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中的相处的话 他是非常的在意也非常重视 那不知道说目前你们是不是有在断年中的人 如果说是有断年中的人的话会蛮恭喜你们 就是对方一定会来找你们 那如果说是比较少联络的人的话 最近对方应该会主动的传讯息给你们 或者说可能会有点表示 或者是说应该会有个不久远的时间点 会让你俩之间会有个时间可以靠近着彼此 或者说可以见得到彼此 就表示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里面的话 真的要往人生中的下一步 或者是说要再更有进展的话 其实会有机会会有可能的 因为对他来讲他也是跟你们想的一样 他也是会希望说两人之间可以更加靠近 他也不希望两人之间就这样子完全的没有任何的联络 或者就这样子完全分离了 因为以这样的情况下来看的话 如果说这样关系 应该说你们在这个人心里面 就是会已经有一个既定的位置 或者是说那种既定的存在的表现 或者是说他已经很习惯了你们了 所以呢 他是蛮期待每次跟你们之间是有见面机会 或者是会有个相处的可能性 那也不知道说选到这组的你们 是不是跟对方之间 其实有一些在商业上工作上 或者是说日常生活中生活圈相处碰到的这个情况 因为看起来以他来讲的话 这种关系如果说真的要再更加的 那说两人之间其实真的要断练的话 基本上也没有那么的难 那说没有那么的简单 因为两人之间还是会有一定程度上的预见 或者是说两人之间上面一定会有一定程度上的互动存在 所以当关系之中两人之间想要再更进一步发展的时候 其实会比较困难的原因就在于说 他觉得这种关系可能才刚开始 或者说这种关系对他来讲 才是最近才刚开始有一种很习惯 或者是说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那如果说这时候你们贸然的想要去做任何的决定 或者是说贸然的想要去让这种关系有一些的明确的进展的话 有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种不自觉想要逃离或逃开 或者是他不自觉会想要去让这种关系 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 因为毕竟我们抽到的是钱币王牌 所以意味着说其实这种关系本身 它是还不够稳定还是不够稳固的 所以好像最近对方对于你的态度是真的蛮不错 然后对待于你的方式 他也是会很希望说可以多跟你相处看看 可是实际上以他来讲的话 这种关系如果说真的想要再更进一步的发展 或者是说想要再更明确的有关系上的承诺的话 现在他顶多就答应你说我可能固定时间可以跟你见到面 或者固定时间我可以找你 那如果说真的想要去做任何什么更深承诺的事情的话 或者说希望他可以给予你一生一世的承诺 蛮困难的 因为现在他想跟你们之间有联系啊 或者说要有互动的话 这个是他最近才浮现出来 才萌生出来的 那当关系之中才刚萌生出来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 其实这个关系 反而就比较难以去可以坚持下去 因为你们所受到的考验其实是不够的 好 我们来看到抽到的第一张 我们抽到的是力量牌 因为讲错了 力量牌表示说其实本身这个人在对于说 你们之间这样的关系 他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恐惧 或者说一定程度上的担忧 或者是说一定程度上的忧虑的感觉 所以最近的你们应该也会感觉得到 这个人他虽然想要靠近你们 或者说他希望可以跟你们再更进一步的话 其实会觉得有点困难的原因就在于说 在这段关系之中会很难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发展 或者是说这段关系 他就是因为勇气不足 或者说他会很担心 第一个是前任 可能他的前任给他伤害还蛮大的 那第二个就是他可能原生家庭所带给他的伤害 也一定程度有 所以让他会比较没有办法去对于人际关系之中 有太多的信任的感觉 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说 他学生关系里面还是有一些的陷阱 或者说还是会有一些可能比较难去跨越的事情 所以那但以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他本身就会没有办法那么有勇气来去面对 或者说来去迎接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 虽然他已经有很努力的想要让自己变得更有勇气 或者是说让他自己能够去有办法承担 如果说这样的关系中真的要在一起的话 会面临到的一些的考验 或者是说一些的风风雨雨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或是这样的情境的话 对他来讲 要坚持下去最大的困难点就是 他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 或者是说去解决 他只能选择会带着有一种 看那个恐惧什么时候来 他才去想办法 要不然现在基本上他 他对他的生活说他的感情的话 其实会有一种 可能会有一种逃避的心态吧 对 他现在有个原因也是在于说 可能他心里面的那个创伤 或者是说一个社会世俗上的一个道理存在的话 反正就很难去跨越 然后少部分就是如果说 你们这段关系真的曾经是因为有 失去掉孩子 或者是有流过产和增值的话 其实这段关系如果说要重新再更进展 或者说要重新再有一个进一步的机会的话 娘娘会觉得有点困难的原因就在于说 那个他心里面会觉得对你 或者说对那个孩子其实会有点过意不去 或者说会有点不知道说自己应该要怎么去 弥补 弥补曾经自己所做的那个一切 好我们来看到下一张 好 这张的话应该是会打马赛克 最近YouTube他们在对说裸露这部分管得超严格 说露个屁 就是屁股那种塔罗牌啊 或者说有的世界牌像这种 比较没有穿胸罩 或者说没有穿衣服的 他们就会把它列为是十八镜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牌的话 羊羊如果说有记得 应该就是已经打马赛克了 如果没有的话 那羊羊可能就会重新做调整 羊羊先喝个水 好 我们言归正传 那就表示说 其实在这张关系里面的话 你要说他有没有考虑过说 让这张关系要有一个进展机会 或说会有一个这方面想法的话 嗯 两个不得不说其实他是有的 而且他也是真的非常的认真地考虑 那他现在为什么还是没有办法去跨越 这个想法都宁可选择去 顺其自然的原因也是在于说 他会认为在两人之间的状关系里面 如果说当太过于刻意 想要去做什么的时候 其实容易会看到一些的困难跟阻碍 那当反而选择去顺其自然的发展的时候 反而会比较能够看得到 或者是说反而是比较能够 去推动于这张关系中的一个进展 所以两个之间在这张关系里面 其实对他来讲的话 他其实心里面有抱持着 随时会失去你的这个这样的心态 那当然并不是因为说你做了什么 而是说可能他的成长经验 或者是说他的人生中的背景的话 导致于说会让他会用这种比较 轻描淡写的方式 来去看待说他身边的每一段的缘分 所以当有缘分在他生活之中 他会非常的努力去把握得住 或者说他会很虔诚的去善待着 属于他的每一段的关系 那如果说真的有一天 如果这样关系真的都没办法得到 你说想要承诺 或者是说你可能喜欢上别人 想要离开他的话 其实对他来讲他会很 就是说他会愿意去接受这件事情 他心里会难过啦 可是他就会觉得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表示说 这个人他在面对于你们之间的关系 他已经用一种坦然的态度去面对 然后他已经用了一种 好像随时都会离开的方式 去看待于你们之间的关系 那但这个可能本身对于你们来说 会觉得是一件蛮悲伤的事情 那但更何况是他 本来就已经有这么想 对 那如果说你们真的很希望 对方可以喜欢上你们 或说跟你们要在一起的话 会建议你们 可能要先往他的原生家庭的方向 去解决他心里面的心魔 或者说去了解一下 他的成长经验背景 他的原生家庭到底带给他什么 因为看起来他这个本身 其实有时候在面对情感的部分 会稍微有点死脑筋 或者是说会稍微有点不知道说 自己到底应该要怎么样 才能够去经营好 或者说去处理好 所谓亲密关系中 所必须要去面对到的一些的冲突 或者是说所面对到的一些的困难跟挑战 因为在关系之中 他虽然有时候想要去克服 想要去挑战 想要去更进一步的发展 可是会因为心里面的一些障碍 或者说心里面的一些想法 反而会让他有点却步 或者说反而会让他有点 不知道说自己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才好 所以其实这个人他有时候 会把他自己给绑架住了 那他自己本身其实本性是不坏 或者说其实他也没有到那么的胆巧跟懦弱 只是有时候他会比较担心的是 他曾经所经历的那一切 是不是会再重新经历过一次 这是他心里面比较去担忧的部分 好 这是第二个tempo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最后一个tempo 就是第三个状况 来去探索一下对方的下一步 因为其实看起来对方就是没有下一步 他唯一没有去离开你们 就是他没有去告白 就是他的下一步了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女祭司 那女祭司接下来就表示说 他开始会逐渐会朝着说 让两人之间的相互上面的话 要有一定程度上面的了解 或者说两人之间在对很多事情上面的想法跟看法的话 尽可能的要一样 因为他其实现在心里面会有点担心的事情是 两人之间如果说对未来的方向不太一样 或者是说在对人生之中的期望是不同的话 那代表说其实这段关系本身可能是会有点瑕疵的 或者是说这段关系可能会比较难去有所进展跟突破 因为现在他会是更加着重在说个人心灵层面的部分 还有两人之间的心灵层面的情况 还有就是双方之间在内心深处的感受 所以有的时候他会在夜晚之中 会去审视评估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 对他来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位 或者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或者是说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所以最近的他你会觉得说 他在说讲话可能会稍微思考一下 或者是说开始面对你讲话的内容里面 会去想要知道说你的观念到底是什么 或说你在对于说感情观啊爱情观 或说对于说另外一半的条件是什么 因为他现在会希望可以有明确的方式 来去知道说究竟他到底适不适合谈恋爱 或者是说他适不适合跟你们之间有这个相处 继续下去的必要 然后接下来的话 因为他是很重视心灵层面的东西 或者是说他是比较重视心灵层面的这个部分 所以呢你们接下来在回话的方式 或者说你们个人的表态 或者是说你们一些行为言语举止的话 会希望啊 或者说会建议你们不要做太多 或者说不要就是尽可能的不要暴露太多 因为有时候当一个人暴露太多自己的状态的话 其实也蛮容易会对方给过度的解读 或者是说会去过度的去评分 做个准则标准 对 就是说评论啊 那当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如果说是比较不好的内面 那你们本来只是偶尔放松会沉浸出来 不好的那一面 那反而他就因为这个正一面就对你们有所的失望 或者说可能对你们说什么话 去伤害到你们的话 其实杨卉觉得是比较可惜的 所以就留意一下最近的他 他开始会比较多去探索一下你们到底心里在想什么 或者是说比较不好的人的话 你越不好了 就说比较是自我为中心的人的话 他就会想去探索你的成长经历你的背景 或者说你在对于很多事情的观念等等之类的 那就开始去做评分跟打标准了 好那这样抽到的是钱币国王 好那钱币国王就意味着说 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 也并不是说他有那么的可怕 那基本上这段关系里面 曾经所带给他快乐的 所好的 或者是说是有帮助到双方之间能够去更加的靠近彼此 或者说让这段关系能够变得更加的友好的话 那么他自己是非常愿意让这段关系可以有所进展 或者是可以更下一步 所以就是接下来这段关系里面 究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相处 或者是说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让这段关系有所延续的话 基本上是蛮看你们自己本身的表现 那当然其实这个人他还是比较倾向于说 是让这段关系是能够顺体自然的发展 或者是说不要发展的太快 因为也是有可能他原本发展太快感情 通常也都没有那么的好 没有那么的顺利 所以现在他反而在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 你会比较能够感觉他的真诚 也是在于说 他也是因为在之前那些课堂上 已经学习到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对所以接下来这段关系的话 你们会明显的感受到 他在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中的一个用心 然后会希望说 如果说真的有发生比较少联系的那种状况之下的话 会建议你们是站在一个真正完全是以 他的角度去为他思考 或者说去为他好的这个心态去询问他 千万不要用一种比如说质疑或者是说任何的不愉快 或者是说有任何的不满来去讲这段关系 要不然的话 羊羊会比较担心说这段关系中 你们很不容易去建立起来的这些的氛围 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情感基础 到最后如果因为双方之间的想法上面差异 或者是说一些的误会 让比较好的缘分就这样散掉 的话羊羊会觉得是真的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还是会希望说大家都可以过得非常的好 好那羊来抽一下第三张 好那接下来第三张的话 我们又再去抽到同样的牌 好 愚者 好那这边愚者的话呢 其实对他来讲的话 他自己心里面会觉得先分两地方讲 第一个是 他自己的心里面表层的心里会觉得 其他只是想要多了解你 想要多认识你 想要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他知道之后 他其实也不会去做任何的事情 也不会去做任何的方式 那他只想去多知道说 你们是什么样的人 好让他知道 接下来他要跟什么样的人相处 或者是说他应该要以什么样的态度 来去面对于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 这个人对待你的态度上面 会一直变的原因是在说 你们对待他 然后在他对待于你们 看两人之间是不是有在同一个桥梁之上 或者是说两之间是不是有个互相关系跟关联的 那如果说当两之间真的真的是没有那么的有缘分的话 或者是说真的会让他觉得比较没有那么的能够顺遂的 或者是说比较没有办法那么顺利的去处理好这段关系的话 那他也是会尽可能的让这段关系保持在一个自然的状况之下 就结束掉 或者是说去断联了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 因为在这边的愚者牌的话呢 会比较倾向于说是他还在去探索他眼前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或者是说他想要去探索知道说 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有没有什么是他可能漏掉的 或者说有没有可能遇见一个比他更好的人 更好的对象或者是过更好的生活 所以当这段关系里面 你们会希望可以再更进一步发展的话 洋洋会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的困难 除非你们真的是非常的乐意 也是非常的愿意跟对方保持在一个有好的距离 或者说顺利自然的发展 那其实顺利自然的发展也会等同说告诉你们 如果说你们真的像是彼此之间都是单身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找可能多认识不同的人 或者是说多去了解不同类型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或者是说是什么样的喜欢相处的方式跟模式 因为也很明显就是说 本身这个人他在面对情感的话 他也不太会是一个被别人给控制住的人 对 所以像在这边的话 接下来对方的举动就是想要去多了解你这个人 知道你的想法 知道你的三观 或者是知道说你在对很多事情的习惯是什么 然后再来去让他做决定说 他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你们相处 或者是说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你相处 你们可能才会快乐 好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选到第三 对于是第二组的第三个部分 宇宙所透过塔罗派中所想给予你们去 那就看你们了 因为其中关系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也没有太大的状况 只是在说会比较需要去依照对方的脚步去走 那如果说依照对方脚步去走的话 本来就比较难去靠近这彼此 或者是说比较难可以去推动于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好 然后这场抽到的审计卡是这一个 所以比较说其实会希望说 尽可能的这种关系不要有任何的争执跟吵架 然后就是让这种关系保持在一个比较和谐的状况 或者说让两人之间不会为了钱财而吵 或者是说会因为别的事情来去影响彼此间的这种关系 虽然关系其实蛮需要是一个快乐的能量 或者是说是蛮需要有小孩吧 或者是说毛小孩也可以 来去舒缓一下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所以表示说在目前这种关系来看的话 你们是还蛮有机会的 你们不用想太多 只是因为这个人会有一些表层跟内心这种想法 有时候真的不太一样 或者会有点危险 所以会希望说选到这组的你们 是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 然后跟在你之间就尽可能的 不要有断练的这个状况发生 好那这样的话就以上选到这组排组的讯息 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 如果对你们有帮助 或者是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帮羊羊 订阅 按赞 留言 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 在影片左上方有羊羊的联系方式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好 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三组 牌组的朋友 那我们来看验证牌地方 是你们目前这样关系中的状态是如何呢 好 我们来去往下看 要来为大家抽牌哦 好 首先来为大家抽到的第一张是 圣杯五 好 那圣杯五的话 好 那第一个呢是这种关系可能现在断练 或者是说现在真的非常比较少在联络 或者是你传讯息给他 他容易已读不回或者是不读不回 就是说这种关系本身很难可以有一个 清楚沟通的桥梁 或者是说很难可以联系得到或是联络到对方 就是会觉得对方本身可能有点神秘 或者是你在对待这种关系 有很多个人自己的担忧的成分是非常重的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这种关系 可能最近等你们是有点争执 吵架 冷淡的状况 那第三个的话是比较偏少数的 那但也会是不希望 就是对方最近对你的态度异常的冷淡 你会觉得有点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会是冷淡的 这个是你永远你真的不知道 原本关系非常好 突然之间就冷淡掉了 然后冷淡掉你蛮错愕的 你会觉得一点不知所措 你会很想到答案 可是对方对待的态度 你又会觉得你看不出那个答案到底是什么 所以其实在你的心里面的话 你其实现在觉得非常的困惑 然后你心里面也会觉得非常的挣扎 会很想要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说浪传关系会变得如此 那么的难相处 那第四个的话就是 对方最近有拒绝你的好意 或者是说有明确拒绝你说 就是不可能在一起 那本身对于你们来讲 可能关系上面相处就会有点尴尬 或者是说会比较不知道 该如何让这段关系可以往下走 可是又因为两人之间 目前可能在同个生活圈 或说还是会有一些的事情 把你们绑在一起 所以可能在见面的时候 会有点小尴尬 或者是说见面的时候会反而 话题会比较难可以讲开 或者是说比较难可以有真心的对谈 所以你们两周相处的那个当下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累 或者是说你该生气吗 你也知道你不该生气 或者说你也不知道你该怎么生气 可能最主要是你不知道你该怎么生气 因为与其说生气 你更多的是难过 你更多的是无奈 还有对于说专官 对他这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样子 你会感觉很失望 不知道他做什么 或者说也不是关系失望 而是你在对于说这个人 他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 你会对这个状态 你会觉得很失望 可能应该是说 如果有的人是这种当下状况的话 你们会知道杨阳在讲什么 那如果说没有的话 你会觉得讲得有点空洞 没关系我来去往下看第二章 看有没有更加具体的 讲关于你们现在目前关系的状态是如何 因为其实看起来这种关系本身啦 目前有点糟 或者是说可能会有点 不知道该怎么跟对方相处的样子 可是又没办法完全的断开的情形 但有的人已经断联了就另当别论 好我们抽到是权战网牌 权战网牌的话 第一个应该是说 如果说你们是比较少联络的话 就表示你们还是固定时间可能会见到面 所以你们还是有那种时间点 还是必须要见得到彼此 那见到彼此的时候就会有点小尴尬啦 然后再去第二个是 你们可能很想要跟对方聊天 或者你很想要见到对方 可能最近你们真的太少联络了 所以你有时候很想要去看他到底在干嘛 有时候你们见面 你想要见到他这个事情 是你想要知道他在干嘛 然后他有没有把你给忘记 或说他有没有把你给移除 就是说封锁啦 对因为在对待于这个人 或说看待这种关系的话 你们还是会认为 应该 应该说你们是有感情在的 你们不一定觉得这种关系是有机会 但因为这种关系是对你来讲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感情 所以你们还是不想要那么轻易的去放下 这段关系 所以你们还是会很希望说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见得到对方 那唯一好处就是 这段关系中的你们 你们其实在一个固定的场合 或者是固定的某个时间点 是能够见得到对方 那如果说你们是断练的话 表示你们应该心里面有个谱 在某个当下的情况之下 或说你们一定会有个方法 是能够见得到对方 那那个方法跟那个状况 就看你们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可以知道说这段关系 如果说真的要见面的话 不难 但是只是看你要不要去做 或说看你要不要去出现 那你们自己本身在对说 这样关系的话 其实杨阳会觉得 可能你们心里面有时候 会有点个人的小脾气 就说要见到他又没关系啊 我不见到他 应该他也无所谓吧 那干嘛两次要见面 或者是说会觉得 反正你有一口气在 你会觉得这段关系 就算没有见面 你也觉得无所谓 可是其实只要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或者说只要当你 可能没有他 你要说他长期没有联络你 或说你长期没有见到他 或说你看到他 过得还不错的时候 你其实心里面很不是滋味 然后你自己心里面 其实也很想见到他 也是不得不说 对于你来讲 这段关系本身 虽然没有到非常好 可是你对他的感情 跟思念是还在的 那只是看你自己本身 愿不愿意去承认这件事情 因为 杨阳会认为 目前的你 应该还是很想看到他 会希望说你那一口气 不要让他知道 自己放在心里面就好 也不然 如果说两个人都赌气的话 应该以排面上来说 他的个性应该还蛮倔强的啦 杨阳是这么的认为 好那我来看到的是 潜壁七 潜壁七的话会意味着说 最近的你们 第一个是 可能是工作上的伙伴 或说你们是工作上 还是会有一定时间 会碰得到彼此的 所以在关系里面的话 难免还是会有一些纠葛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 最近可能是 双方之间都各忙各的 或者说会比较把注意力 放在你们自己个人身上 包含他自己 所以当比较过度的 把关心 把事情放在自己身上的话 其实关系版就比较难 去靠近 或者是说 关系比较难去进展 然后在你们之间的 赚关系的话 你应该会觉得 比较难以去 赚关系可以往前推动 就是说 他的注意力的话 会真的比较放在 他自己身上 然后包含你自己身上 所以唯一好处就是 关系中的你们 还是有一个 共同的生活圈 基本上要真的 断脸的话 痒痒会认为 可能过不久应该会 但是目前看起来 应该是不会 那你们要稍微 把握一下 目前不会 唯一可以跟对方相处 因为其实当你们 真的跟对方断脸的时候 你们会觉得心里 非常的难过 你们会有点后悔 当初有这一口气 你要把事情处理好 但是 目前看起来 这口气 这段关系 有点像是说 卡住了 然后 两个人之间 比较难 沟通 因为你想要的是 他也不见得想要 或说他想要的 不见得是你愿意的 所以当关系呈现出 比较难以去往下一步走的时候 就是双方之间 会有点刻意的 不去把这段关系讲开 或者是说 会有点刻意的 让这段关系 维持在一个 没有那么容易 或说没有那么顺利 顺遂的 往下走的 那个方式 还是说最近两个之间 都不太愿意 坦诚啦 然后也不太愿意把 就是 好像两个有点不太 知道该怎么讲 就是说 反正两个之间就卡住了 彼此之间都一口气 然后又都有点 两个都很倔 就 关系很难前进 可是 两个会说 这段关系应该最过不久 会有断连的迹象 就看你们自己 要不要去把握一下 最近 可以相处这个时光 好 那这件话就是验证牌的部分 如果说符合 或说浪漫 觉得有所共鸣的话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好 我们来看到 选到最右边 第三组排组的朋友 那我们先来看看说 对方 他在对于说 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 他接下来的打算 或者是 他的下一步 或者说他在对于说 这段关系中的担忧 是什么呢 好 那我们来看到 抽到第一张是 保健骑士 好 那保健骑士呢 就因为说 有可能接下来对方 所对待于 你们的方式的话 呃 他还是会回复 你们讯息啊 但他最近可能 话会变得特别的少 或者是说 他不喜欢 太过于 拖泥带水 所以最近的话 你们应该会觉得 这个人对待于 你们的方式 可能会 比较 没有耐心 或者是说 你们会开始 变得比较难 可以去 找得到这个人 那 比较难 去找得到这个人 或说 他变得比较 没有的耐心 也是因为 有可能 最近他的注意力 真的没有在你们身上 或者是说 最近的他 在对于 这段关系 其实 呃 他有一些 他个人的想法在 或者是说 他在对于 这段关系的话 你们两之间 双方中的期待 确实是不太一样的 那当两之间 期待不太一样的时候 那本来就会 比较没有共识 那当比较 没有共识的时候 只有你一个人 在一头乐 那 对于他来说 本来 就会是一个 呃 一个很多元的事情 所以 对于你来说 最近 可能会觉得蛮孤单 或者是说 还蛮寂寞 然后 你们要去承受 对方 他本身在 对于你们之间 这段关系中的 一个态度 他的这个的 压力的话 那 应该说 你们这个的压力 你们其实会 无处宣洩 因为对方所对待 你们的方式 你们是没办法说出任何什么话 因为其实你们自己好像也本来就知道说 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 或说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里面 反正就比较难去靠近 或者说可能最近真的有发生了一些事情 或是有发生了一些的状况 要不然就不会在刚刚的 验证牌之中 你们抽到了一张圣杯舞嘛 所以圣杯舞呢 就表示说 有可能啊 两人之间 对于说这段关系中的 那种比较不愉快 那一个的尴尬 或者是说 那一些让他觉得 可能是比较伤心 悲伤的事情的话 他现在 其实心里面没有放下 而且他心里面 其实会有一些的芥蒂 或者是说 对于你们这段关系 他确实会有种 不愉快 就是 记仇啊 简单来讲 就是记仇 对 其实两人刚段之间 有点想不到那个字 好 那就是说 他在对你们这段关系 会有点记仇的感觉 所以你们就觉得 这个人最近对他的态度 怎么好像会 冷冷的 然后 找不到他 你问他 他又去跳过 他这个人开始会选择性 去跳过你的问题 或说会选择性 去忽略掉一些你的关心 所以最近你应该会觉得 这个人真的有点难搞 或者是说 觉得这个人最近 对待你的方式的话 就是冷暴力 他就是非常的冷暴力 一下出现 一下出现 一下不见 像一阵风一样 是完全抓不到这个人的 然后回复你的方式 又很间断 你可能问他 你可能打了一场 算 可能一百个字给他 只回复不到给你 十五个字 对 十个字 或是一句话 最尤其是那种 Line 或是IG上面的聊天 更明显 如果说现实面对面 他还是会因为 你好 然后稍微简单聊一下 人又不见了 你才准备要问他一些事情 讲到一些重点 人马上不见 消失 你就觉得 这人是不是在刻意的躲开 你还是说 他是不是 有一点 会 想要跟你们保持 一点距离的 这样的状况 好 那再来我们抽到的是 女技师 好 女技师就因为说 其实接下来 她为什么会有 这些态度跟方式 就是因为说 接下来这种关系的话 她会用一种 比较严格的方式 去审视着 你们之间的 相处的模式 或者说 你们俩之间 相处的方式 或者是说 双方之间在面对 说这种关系的 情况之下 她觉得是最 让她觉得是 很舒服的方式 其实 她现在会有点像是说 刻意的冷暴力你们 刻意的冷落你们 刻意的跟你们 保持距离 其实 她不是想看你们怎么做 其实 好 两人想想怎么讲 因为有 又没有 简单来说 她真正的用意是 她想要让她 自己心里面去沉淀 她在对于说 这种关系中的想法 或者说 她在对于说 这种关系中的 期待 或者说 她在对于说 这种关系里面 她认为 应该要怎么做 才是最好的 这是她现在 想要做的这件事情 或说她现在 想要想的这件事 可是 她在这么做的同时 其实她心里面 又暗制着 期待着 你们是不是 可以为她做什么 或说你们是会愿意 为这种关系 低下头来 或说你们是会愿意 为了这种关系 做一点 什么去取悦于 她的事情 可是 又来个可是 应该讲但是好了 但是 她却不会 想要去为了你们 有什么回馈 而且 很特别的是 当你们越符合到 她认为 你们会这么做话 她反而觉得 你们越烦 这是一个在 宝剑骑士 跟女祭司牌 应该说这两张牌 搭配在一起的时候 特别有的这个讯息 是比较不一样的 她越希望你们做什么 你们越那么做话 她反而觉得 你们就是这样的人 那是跟我原本说 你们可能是不好的 那一面话 而也一起考量进去 也一起认为了 就是会把一些 不是属于你们的罪名 也会加注在你们身上 那这对你们来说 其实是一件 蛮不公平的事情 也是因为她这个人 有点胡思乱想 你知道吗 然后也是因为 当你们越符合她 这么做的时候 她反而就越觉得 你们这个人越烦 因为她觉得 她完全掌控得到你们 然后对她来说 现在她 越是主动贴上来的东西 她越不会去珍惜 所以这个人 她目前最近的态度上面的话 其实有一点模拟良可 或者说会有点矛盾 那这个矛盾点也是来自于说 她现在其实因为 她的内战里面 本身在对说 你们这段关系 想去做个统整 或者想去做个重整 去重新去组合一下 这段关系里面 所相处的模式 如果说 这段关系的情感 或者说这段关系的 那种的信任感 是因为在相处的方式 或者说一直在相处的过程里面 那些回忆当成是一个积木 去往上堆叠 就像是盖房子一样 那只要现在 每当她觉得 有让她觉得很烦的时候 或者说你们做出 让她觉得 可能不是那么舒服的事情的时候 那个积木 或者说那个砖块 会稍微拿开一点点 那如果说每个结构 都稍微拿开的话 那后面房子会变成空洞嘛 那后面这个房子 可能就会倒闭 会倒塌 这个就是在于说 她接下来再对于说 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 她会认为是一个 比较是有质疑的地方 或者是说 会是一个让她感觉到 比较需要去 重新审视的这个部分 对 就是因为在 对于你们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 她会认为有很多的 也没有在她自己心里在作祟 没有任何的状况 对 好 就这么讲 她自己心里也有很多的状况 跟你们无关 好 杨阳来看一下我们第二张牌 权杖二 好 那权杖就意味着说更明显 表示说这段关系 接下来的话 她会想做个决定 但是决定的话 比较看起来是说 她自己在想 她真的要去做决定 因为毕竟权杖二 下一张还有权杖三 可是这边权杖比较说 是 她现在呈现出一种 比较像是说 在观察阶段 或者是说 比较像是在看看说 你们到底怎么想 你们怎么做 那你们怎么想怎么做 然后她会再好好的去评估 所以你们要说 她接下来会觉得 有没有烦吗 或者说 她有没有想要去做出 什么样的行为 跟决定的话 权权会认为 其实 她最近的行为 不会太明显 但是会随着 你们所做个什么 事情的时候 她会再慢慢去调整 所以也可以算是说 滚动式调整 台湾之前 有句很常讲 用这个话 滚动式调整 所以她其实会 随着你们的态度 你们的方式 去滚动式的调整 她再对待于说 这种关系的方式 那想法的话 本身不会有太多的变动 比较会有变动是 面对于你们的方式 或者是说 跟你们相处的方式 或者说跟你们相处的 那个频率在 所以接下来关系的话 其实会算是 进入到一个 考试啦 就算是说 留校查看的这个阶段 那你们要说 关系会有一个转机 或者是说 会不会有一个 不一样的机会 跟可能性的话 痒痒会认为说 可能会有一点 就是转机的话 会比较困难 比较多是 看起来会往 慢慢会往下坡的 这个几率会比较高 会比较没有办法 看得到 对方 他可能在对说 这段关系中的 一个积极的态度 其实仰仰会比较 偏向于说 就是 你们之前倒是 为什么事情而吵架 然后你们之前 是为什么样事情 而有所争执 或说两之间 曾经是因为 有什么样事情 是没有一个共识的 因为这件事情 没有共识的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 已经成为 这段关系里面 很重要的 一个 那叫什么 毒瘤吗 或者说一个病毒 对 因为这个病毒 你们如果没有 把它去清理掉 没有把它解决掉 其中的关系 就是终究还是会 一直往下坡走 只是这个往下坡走 看他的 时间点的 快跟慢而已 对 那大家看 每个人的状况 不一定 因为其实 以台面上看起来的话 是已经开始 逐渐在往下坡走 然后因为我们 刚刚前面抽到的牌 验证牌嘛 也是有 圣杯舞啊 权杖王牌 这种之类的牌 呃 权杖王牌是还有 但主要是有 圣杯舞跟 前壁漆 那就表示说 其中的关系 会开始进入到一个 比较越来越冷的 一个阶段 所以你们 对于说 这种关系 开始逐渐要有一种 心理准备 如果说 对方有一天 真的怎么了 或是有一天 他真的 呃 对于说这种关系 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的话 那也会 建议你们 因为看起来转机的机会有点小 那你们就是好好的把握当下 把握好你们现在能够 所拥有的这一切 对 因为如果说没什么转机 那不就活在当下 好好享受 如果有一天会真的都比见的话 那当然 当然大家也不用想太多 因为这是一个 羊羊在看我们 第一个步骤的推测 因为第二个步骤的话 羊羊也不晓得 对 因为这就是随机抽出来的 好 那我们抽到的是 钱币8 好 那钱币8表示说 其实接下来这种关系 很明显的 嗯 因为你看有钱币8这张牌 就只有一个人默默的在努力 去磕着这个人 呃 磕着他可能想要的东西 所以如果说 我们做个假设 假设这个钱币 是代表着 你们生活中相处的 点点滴滴跟回忆 或说你们相处的 每个过程 就表示说 这边就一个人在努力 那另外的人不见了吗 所以表示 意味着这段关系 其实 呃 表示说 两个人之间 是 比较 像是说 只有你一个人在 努力 人会觉得不太上 他一个人在努力 如果说 真的要讲 他一个人在努力的话 就是在工作 或说在他自己的生活中 他真的要 完全的去投入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 有人会觉得其实这个几率是非常的小 甚至也是非常的低 就是完全他是投入在他个人的工作里面 所以最近的话 你们除了很难找得到他之外 那你们自己本身也是很难可以去经营得到这段关系 那接下来这个人的话呢 除了你们很难找到他 情况下的话 那这个人呢 他在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 也会显得异常的 冷漠 他可能说他工作很忙 或者说他可能会说 可能最近有可能事情在 耽搁了 或者是说什么样的情形 去影响到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 所以每当你们想要去让 这一段关系更进展的话 其实对方都会找很多借口跟理由去逃开 那就会变成只有你们一个人 其实有点像说 他接下来一个打算就是说 让你们就是自己一个人去经营着这段关系 独守空归 其实比较像这张牌的意思 所以接下来的话 你们可能要留意就是说 对方接下来所面对于你们的方式的话 会真的蛮像是在冷暴力的 或者是说 有点是刻意的跟你们保持距离 可是当你们越想要去 跟对方说什么的时候 其实也是蛮困难 可能跟他吵什么 或者是说跟他解释 因为他都会有一些他自己的理由 跟他的一些的借口 那当有他的理由跟借口的时候 本来就也很难可以去指责 他总不能说我看到陶罗牌里面 然后你会这样对待我 这样当然不可能 他觉得你是疯 他会觉得你可能精神有点不正常 千万不要 好 你还会觉得这个是 有点现实层面 就是开玩笑 但你们要这么这么做的话 不建议好不好 对 因为这只是对方 他领着推测 跟我们陶罗牌出现的 显示的内容 那你当然不能拿这个去跟对方吵 你只能心里有个底 说说 对方接下来对待你的态度的话 就是会这么的冷漠 然后会这么的 把你们放在一旁 会让你们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说 可能不想去发生的事情 可是实际上真的要说什么的话 你们真的也没办法说什么 对啊 因为就只能去尊重他 用这种方式去对待你们 你们唯一能做就是 不要把太多的心思 放在这个人身上 或者是说 不要把太多的时间 花费在这个人 就其实钱嘛 千万不要再把钱放在这个人身上 看起来你们这一组的人 花很多钱 在这个人身上 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我们盘面上没这个去 但仰仰仲觉得 不是钱就是青春 青春就是时间的概念 因为时间也是钱嘛 青春也是钱 不要再把这种东西 放在这个人身上 你不会得到你们相对应的 回报的 这一个人就自私 就有点讨人厌 好 跟你们一起骂他 看你们心情有没有好一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 对不起 是他的补充牌好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补充牌是什么 好 补充牌就是这一张 补充牌的话 我们抽到的是 权杖石 好 那权杖石就意味着说 这段关系 如果说你们对他本身 还是有任何利益上存在的话 或者说你们这段关系 本身是还是能够帮助到 他什么的话 那么他还是会愿意 跟你们之间有互动的 然后这个人 痒痒会觉得不太像 他的下野部啦 比较会像是说 他面对于你们的心情 就是说他 接下来 他会觉得 每跟你们相处的每一刻 或者说跟你们互动中的 每一个的 准备可能要接触的 这个状况之下 其实他心里面 会有很多压力 也就是说 他并不是想要去否认 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 或者说他也不是想要去 逃 你们想逃避吗 反正就是说 他在对待你们这段关系 你要加上来面对于你 他是OK的 他也是没问题 只是他会觉得说 每一次面对于你的 前一刻 当下 他都觉得 是必须要去 审视好的 或者是说 他觉得 是必须要去 有所准备 也就是说 他面对于你 没有那么的轻松 也没有那么的自在 会觉得跟你相处的每一刻 是比较有压力的 那当变得有压力 或者是说 开始变得 会需要 时间 去面对于你们的话 那 这样的状况之下的话 就也很容易 让 彼此之间的这段关系 或是对于他来讲的话 是 没有办法 敞开心肺 可以跟你们相处 那这种状况之下 就比较容易 应该说比较难 去进展一段关系 所以会反而说 在你们之间的 这段关系来看的话 就刚刚杨所提到的 几率会比较小 如果说要再更进一步 发展的话 这个可能会比较难一点 对 因为对他来说 跟你相处的每一刻 他都要准备 然后都要思考一下 怎么去回应你们 然后跟你们相处 又好像很有压力 是他 这个压力他自己 他自己觉得很有压力 所以你看 是不是这个人 他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你们也不要把 错 怪到你们自己身上 是他自己 没有处理好 你们之前的这种关系 虽然杨颜师不知道说 你们是为了什么事情 而吵架 或是我们可能 有什么不愉快 什么争执 不过看就是他心里面 蛮介意这件事的 对 只是这变成他心中的 那个只是 一个导火线 那实际上 倒不是因为 那件事情话一样 会觉得不是 对啊 就是他只是把那件事情 当成一个导火线 所以会希望说 你们就也不要 太过于把错 放在你们自己 个人的身上 好 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 宝剑二 那宝剑二就意味着说 其实在关系里面的话 就刚刚所提到的 他会用 冷漠态度去看待 去面对于你们 然后他会尽可能的 让真正关系 保持在一个 和谐的方式 或者是说 和谐的态度 他会不希望说 可能赚关系里面 有太多的不愉快 或者是说 尽可能去避免掉 一些的尴尬 跟真实 所以接下来的话 你们应该会觉得 这个人相处的过程里面呢 你们会感觉得到 他就刚才提到 会有点刻意的逃避你们之外 很多的问题 很多事情 他都不太愿意去回答 也是因为他希望 你们的反应不要太多 因为一旦你的反应太多 他就更烦 他为了不要让他自己太烦 那他就会想说 用一种比较冷漠 漠视的态度 来去经营着 去面对于你们 所以最近的他 会有点像是说 不自己会断联 真的 你们顶多就是 跟真的相处的话 他回复的频率越来越少 然后 对待于你们的方式 越来越冷漠 就是如果说你们跟 发现跟以前相比的话 其实会差蛮多的 因为他就觉得 跟你们相处会有压力 那如果要去 避免这个压力的方式 就是在于说 让他自己 少接触你们 然后让 你们对他讲话的 那个影响程度 不会那么的大 对 就是说 在于他自己 个人本身的方式 是比较用一种 冷漠的态度 去看待 去面对于 彼此之间的 这一段的关系 对 所以也会希望说 你们不要 把错放在你们自己身上 我们先不管 在发生什么事情 但至少他就要有 把话讲出来 不要一个人躲着 一个人躲着事情 不会解决好吗 不要用什么 我心里很痛苦 什么我家里 什么状况 什么前任怎么样 这种都是 借口 你自己心里 有没有 多爱你一个人 或是有没有想要 解决这个问题 跟那什么关系 那只能当作是 处理面对事情上面 一个的 想法上面的阻碍而已 并不能说是 面对说 算关于中的一个阻碍 看了羊羊都觉得很生气 为他们打抱不平 好我们来 羊羊先抽 收起来就是这个 第二组部分 我们看一下第三章 好第三章的话 我们抽到的是 全章 你们都跟二有关 好 全章的话就是意味着说 其实接下来 这样关系的话 如果说 你们的这个状态 真的持续太久的话 你们千万要小心的 就是 接下来对方 他应该会为了 这段关系做出一个明确的决定 或者是说 一个方式 可是说这段关系 接下来如果说真的没有处理好 或者是说真的都一直让这段关系 维持在一个双方之间 都没有更进一步 去维系好 这段关系的话 其实接下来这段关系的两个人 会越来越来越没有联络 然后有可能对方 他会跟你们断联 对 这个断联是突然之间的 突然之间就这样断掉的 不会是那种默默的 当然前面少联络 你要把它列为是默默也是可以 就是一个迹象在 但其实后面 因为这是第三个 还好是第三个 对 第三个就表示说 其实他还在犹豫 那这个犹豫的话 就要看他自己到底后面是怎么想 然后你们这样关系 其实后面他要如何去看待 与你们两之间相处的模式 跟方式 因为其实对他来说 两个之间的状态关系 他其实有发现到说 是他的心魔的问题 对 只是他自己本身 如果说你们没有去跟他讲说 是你们自己 可能比较没有去想到的话 那其实也是蛮容易 让这段关系会 进入到个死胡同 是他会给自己找很多借口 那如果说你们能够去 点破这件事情的话 反而这段关系会有一个机会 但点破这件事情 是必须要他主动来找你们讲 他的想法 如果说他没有主动来找你们 讲他的想法 你们就直接去点破 他会觉得你们是来找茬的 所以想要记得 这个方法完全不一样 你们真的一定要听清楚 不要做错了 这个人他这脸皮就有点薄 然后有点自视甚高 就是他自己本身 就是把他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对啊 他比较没有去为了你们去思考 可能在感情的这个部分 好 然后这样我们抽到的是 愚者牌 好 那愚者牌就意味着说 其实在于你们之间 我们俩的这段关系的话 痒痒会 必须说 就是 会痒比较不希望真的发生啦 就如果说你们真的不小心 哪一天才到他的点的话 这个是愚者牌另外一个 应该说 可能一般的塔罗牌是不会这么解 但愚者牌就想这么解 好 就是说当愚者牌跟权杖二出现的时候 表示着这段关系 如果说当真的 他抓到了那个点 你们真踩到他地雷的话 他会大肆的做那个文章 他大肆做那个文章 就去让这段关系 进入到一个毁灭的状态 就是说他用这个方式来去让 你们之间没有这个联系的这机会 你就觉得好像是我的错 或说是我的问题 我不应该这么做 没有 他其实觉得这件事情还好 是一件小事 这小事他把它弄得很大一件事 因为他觉得心情很烦 他觉得面对你很累 他觉得面对你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 那他就想用他 最直接的心情去面对于你们 对 那因为我们刚前面有抽到的是 权杖十嘛 跟保健二 然后还有女律师 就是权杖 好多权杖二 好 那就表示说 其实表示这段关系的话 他就已经有他自己的想法跟打算啦 那他这么想的话就表示说 他本来就已经有他自己的计划跟规划了 那他这么做的原因 通常都只是为了希望 能够去 让他自己有个台阶下 让他自己有个理由去离开你们这段关系 而且他一旦离开之后 他不会回头 他就是会 就顺着让这段关系 就这样子继续发展下去 让你自己一个人去面对 说这段关系 然后让你自己一个人去承担这些的压力 那如果说这人他比较有良心的话 他会跟你们讲清楚 然后如果说你们愿意跟他当好朋友 那就先去当好朋友 那如果说你们不愿意跟他当好朋友的话 他就可能会默默的离开你们 就说那我们可能不是当朋友 就会比较少联络 那他就会开始用一种 比较少回复你的方式去对待于你们 就说这个人他本身面对于你们的方式的话 会让你们觉得蛮受伤的 或者是说会让你们觉得 是不是自己真的做错什么 但你们没有 是他自己本来就这么决定 所以其实这个人他本来就是有点自私 或者说他这个人本身在面对说 你们这样的关系的话 就一直以来都有自己的打算了 对所以会希望说 无论接下来对方要做什么的话 请你们先相信你们自己 请你们先爱你们自己 不要受到这个人任何的影响 因为这个人就是一个咖啡渣 他就是一个不好的人就对了 可能比咖啡渣更不如吧 咖啡渣只好可以拿来冰箱除臭 或是洗油茶制的杯子 对 因为杨杨就会觉得说 其实这个人他就是还蛮坏的 对啊 所以你们看个人啊 因为这个人其实也没有到夺坏 只是他这个他在情绪来的时候 六亲不论 情绪真的很糟糕 好 我们来看一下抽第二张 最后一张呢 好 最后一张我们抽到的是 权杖皇后 那权杖皇后就因为说 这样关系呢 他就会用依照他觉得最舒服的方式跟你相处 或者是说 只要你为他做的任何的一切 你最为他做的任何的付出 他就会把他去给否定掉 去否认掉 那他可能表面上是讲感激感谢 或者是说 对于你可能还是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在 但实际上呢 他到底有没有这么想 没有 然后他就可能就是对于你们的方式的话 就是会默默接受你们的好 那比较有良心的话 就是会直接拒绝你们 比较没有良心 就是会默默接受你们的好 然后面对于你们的方式的话 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种 被他给利用的状况 那那就看你们自己 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说 接下来所发生的一件事情 所以只要接下来对方 会开始跟你保持距离 或者说会开始跟你客套 或者是说 开始对待于你的方式的话 会比较一意孤行 那就表示 就是你们分离的时间越来越接近了 那就表示你们可能准备要醒过来了 因为这个人他一旦决定的时候 其实很难去控制得了他 或说很难可以去说服他 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就有点固执 好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这一组的你们的 对方接他的下一步 其实看起来很多都在讲他的心情 跟他的想法 他的下一步好像就觉得 就是 把你们给放在旁边 忍住 然后 用什么样的招式去对应着你们 看起来就是有点 叠叠叠叠对叠了 好 然后这样看到这个抽到了神域卡 那神域卡想告诉你们说 呃 其实这个让 宇宙让你们遇见他 是要让你们变得更好的人 然后 希望你们可以找回到属于你们的自信 因为其实看起来这种关系的话 你们其实 应该有学到 你们应该要学到的东西 那 学到这东西呢 通常不是指说 让你们拥有这个人 而是这个过程里面 是由你们必须要去面对到 自信的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 不要去活在爱情的世界里面 过度的付出 反而会让别人去践踏你的存在 或者会去让别人忽视你的付出 你的存在的价值 你的付出的价值 所以 于是 宇宙会希望说 寻找这组的你们 嗯 千万记得 每一个的关系里面 先爱自己 再去爱对方 你们 尽可能要把所有的需求 把自己的需求 摆在第一位 对 那对方需求摆在你们的后面 先以你们的心情为主 除非对方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懂得回馈给你们 但是看了学到这组你们 对方不会失 对 因为宇宙就不会出现这张牌了 就表示说 其实会希望说 你们 对方喜欢 当初会想跟你们接触 跟你们相同在一起 是因为你们那个最自然的那个样子 让他觉得最舒服的那样子 可是现在你们有点变调了 反正都以他为主 或说会看他的心情 那这个不会是他所想要的那个样子 他不喜欢这样的你们 所以千万记得 你们一定要想办法 去找回到你们最真实的样子 如果说你们没有办法 那先让这样的关系 就这样子冰冻着吧 或者说可能这人就不是 就不会是一个属于你们的人 杨杨好像在笔卡上看到一句话吧 就是说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杨杨跟你们说 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那个就是错的人 因为那个就不是对的时机点 如果说不是在对的时机点 遇到对的人 那个就不是是对的人 所以只要是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还说错的时间遇到错的人 还说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 那个都不是对的人 很像落口令 反正呢 这一个属于真正对的关系 对的时机点 就是会 那对的人 就是会在对的时机点出现 就会让你们去促成这段缘分 那当然对的时机点的话 有时候不见得是最完美时机 而可能是需要你去学习 去跨越的那个时机 那当然比较幸运的人 就是会在错的时机点 遇到让你觉得 你觉得是对的人 就是因为宇宙会希望你去改变你自己 让你在未来对的时机的时候 才能够遇到对的人 然后去把握得住他 这是宇宙的用意 也是你的性能的用意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把这个时机遇到告诉你们的讯息 可以参考进去 你们不一定要做 但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参考 跟思考 好 那这的话就以上 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 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 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 或者是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帮羊羊订阅 按赞留言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 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 在影片左上方 有羊羊的联系方式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